另外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 天州5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摇六运载火箭组合体 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早上8点多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 火箭使出了总装测试厂房 垂直转运正式开始 今天文昌当地是一个下雨刮风的天气 在我的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天州5号和长期摇六运载火箭的组合体 正在沿着专用的轨道慢慢的前进 这枚火箭也是经过专门的设计 能够保证它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 平稳安全的抵达发射塔架 长征7号火箭在设计之初 就对防水和防潮在设计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措施 然后在转场之前 我们也采取了防水和防潮的一些处理 然后在防风的方面 我们是采取了防风节载的一个装置 是允许一个17米每秒的一个风速的一个条件 进行一个转场 按照惯例 天州5号货运飞船的发射 意味着后续很快就要展开 神州15号载人飞行任务 据了解 飞船里满载了保障神州15号航天员 进驻空间站之后 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必备物品 还有专门为他们准备的春节大礼包 以及两个乘组在空间站进行交接的礼物 经过约两个半小时的垂直转运之后 船舰组合体是走完了三公里多的路程 安全地抵达了发射塔架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回转平台正在缓缓地关闭 这也代表着火箭正式进入到了发射准备阶段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厂设施设备状态良好 后续将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 联合测试等工作 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组合体转场以后 我们一方面进行火箭和塔架的匹配协调 进行火箭的单向测试和再次确认产品的性能状态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火箭进行加速前的准备 进行火箭主箱的气体置换 对全系统进行气检 这样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加速发射了 总台阳市记者海南文昌报道